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文静 秦萧贤 赵小棠 主场作战 超六之家 韩东军 李同 隋文静 韩聪 金柏阳 当仁不让 谁才是妈妈最贴心的小苗 走进妈妈的短视频世界 奇葩短视频喜好 猜猜猜 谁知妈妈心 你们想跟我拥有同样的身材吗 只要九块九 送给大家 只要九块九 心情不好 老公太吵 怎么办 不 盖起来 老公太吵 盖起来 他们里面都会鼓掌了一些 家务对决 谁才是最强好 大哥 太厉害了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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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烫 和妈妈交换衣橱 这个 这个 走进彼此 自美的青春 好潮 更有真情告白 泪洒全场 我妈妈第一次 能够和我一起的节目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忆 哇 妈妈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最美的那个女强人 你好 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日子里 我们迎来了星期六 小棉袄杯 家庭对决大赛的决赛 本届大赛由 且仅有两个家庭 报名参赛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经过围起好几个月的紧张的选拔 大赛的组委会破格决定 让这两个家庭都入围了决赛 他们都入围了决赛啊 强强对决 到底哪一个家庭 才是最懂妈妈心 最贴心的小棉袄呢 那么有请好六支架 超六支架 好 我就是这个家 这个家最良的菜 走起路 一定要大摇大摆 抹紧要带 发型要帅 一出门 闪闪人爱 没办法 我天生 我天生 就这么帅 我实力不允许 一跳不下来 你快过来 看我摇摆 我才是这个家 最良的菜 我就是这个家 这个家最良的菜 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走起路 走起路 一定要大摇大摆 抹紧要帅 抹紧要帅 一出门 闪闪人爱 你快过来 看我摇摆 我才是这个家 最良的菜 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这里是由二十五年 国民优酸乳醋 在冠军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妈妈亲 妈妈好 我是妈妈的天心小棉袄 终于迎来了 你好星期六小棉袄杯 家庭对决大赛 首先是我们的好六之家 大家好 我们是 好六之家 我是好六之家 靠谱的好大哥 谈戒字 虽然我今天一点都 都不像大哥 我是好六之家 好活泼的好二姐 赛文静 我是好六之家 好口才的Sandy 请消息 我是好六之家 好大胆的老妹赵小棠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 超六之家 大家好 我们是 超六之家 各位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超六大哥 韩东军 大家好 我是超六之家的 超主姐 李同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超六之家 超会传的魅宝 崔文静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超六之家 超大力的韩聪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超六超帅的金天天 欢迎 虽然我们好六之家 是我的亲弟弟妹妹 但是我必须说 你们今天压力太大了 这是一支冠军的队伍呀 首先呢文静跟韩聪 他们是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史上 走各集齐市青赛金牌 市井赛金牌 大奖赛总决赛金牌 四大洲金牌 冬奥会金牌的全马贯组合 金柏扬是我们中国首位 登上花样滑冰市井赛领奖台的 男单选手 哇 这么精光溢溢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 这个家庭对决大赛 柏扬我为什么觉得你是 常常跟妈妈在一起的感觉 对 我从小到大 然后一直全世界各地 她一直都在跟着我 妈妈都一直陪着你对不对 你看我眼睛很准 就是有身边有妈妈的孩子 是不一样的 那个气质对不对 这几个感觉都妈妈离得比较远 对 我和妈妈就是属于 线上线下都联系的挺频繁 我妈偶尔会跟我一起 就是唱K歌 然后在线上 直到唱到我手机没电了 她才愿意下线 就规则是一人一手嘛 对 你们俩通电话还有规则的 好严谨的家庭啊 唱完了我妈说 我那一首发挥得不好 我再来一首 我妈会做一些特别奇怪的行为 举个例子 我妈那天出门了 然后我这个 对 大家的妈妈都会出门的 然后我妈 我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家里空调摇控器去哪儿了 我妈说不能 就床头上哪儿床头 你找吧 我就在家里开始找 每一个枪角 每一个抽屉我都翻 翻完了以后 我说妈要不这样 你翻和你包里有没有 我妈从兜里翻出来了 空调摇控器 然后电视摇控器 都在包里 我觉得她那个包里什么都有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跟妈妈的相处方式肯定不一样 可是我们今天要决出来谁是真正的小棉袄 就是要为妈妈而战的感觉好不好 现在两队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 大哥 我今天太不像大哥了 第一次见大哥穿背袋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节目组让我当大哥 让我穿成这样 让我一点气场都没有 有大哥 杀气还是有的 放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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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是妈妈的小棉袄 对 我们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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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输了呢 别哭 只是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已 好吧 大哥对不起你们 好的 那本次大赛呢 我们一共有三个项目 采用积分制 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呢 胜利的队伍可以积一分 到最后整场比分最高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小棉袄杯的奖杯了 好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加油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项的比拼 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二十五年国民优酸乳陪你开启 我知妈妈新环节 开始我们今天第一项的比拼 第一项的比拼呢 是跟手机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 把时间消磨在手机上 有人说叫低头足 好像手机不在手上是没有安全感的 那除了我们是这样 其实妈妈们也是这样的 有部一个统计啊 说妈妈们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呢 是不低于四个小时 每天呢 而且呢妈妈们现在这个群体 它浏览的类型之丰富 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妈妈的手机文化圈 在妈妈的手机里面确实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世界 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比拼就是聊聊 妈妈手机里的那些事 所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环节的特别嘉宾 妈妈团出场 欢迎他们 宰宰勇敢向前飞 妈妈温暖勇相随 人家还有放 放 非常的有组织 有几率 那各位妈妈的动作是晚一排的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要是这个手机 那么我们聊聊这个短视频 平时妈妈肯定会刷短视频嘛 都喜欢刷些什么样的内容好不好 来 李文辉妈妈 对 妈妈们都爱臭美 特别是像我 跳个什么舞啊 拍个小视频的话 那回来就得瑟得瑟不 当然了同时我也关注 在座的帅哥 帅哥没你们的这些 全部都关注 真的啊 对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呀 有 特别喜欢谁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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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小天天 鸡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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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鸡柏羊啊 喜欢鸡柏羊啊 谁是金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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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妈妈团 大家已经发现了 非常阳光 非常的活泼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的比拼 就是看妈妈 会喜欢什么样的短视频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不对 对 比比谁知妈妈心 看能不能猜中 我们阿姨们的想法哦 这个环节 到底是谁来给我们介绍呢 当然是我们可爱的小样 欢迎小样 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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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小样你又换新衣服了 今天我特意和妈妈们 搭配成一样的 真的耶 对对对对对 跟妈妈们是呼应的 你还有花花呀 对 在路上买的大花花 你买花花的时候 有直到蜜蜂一直跟着你 小样给我们讲讲 我们今天的规则好不好 好的 本轮一共呢 有三道题 每道题的三个选项 都将由嘉宾们 分别进行演艺 演艺结束后呢 妈妈团和嘉宾团 将分别进行选择 最终答案 所多数妈妈们 选择一致的家庭 就获胜了 那我们首先申请一下 我们第一轮直播间的 两位主播 谭剑刺和蔡文静 两位主播就位 我们准备开播了 走 走 小样请出题 以下三个直播间 妈妈看了 会在直播间下单 哪一件商品 A选项 人过四十 真要练 减吃减压好身材 欢迎来到谭教练的直播间 新进来的朋友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主播头顶上方点点关注 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课程 双脚打开 五六七走 把你们的腰部收起 把你们脖子立起来 不要听 下一个动作 双手 合十 咋 腰部 甩走 肥肉 甩走 甩走 他卖的是腰带 第三个动作 五六七 拍拍你们的腿 拍拍你们的穴背 拍拍你们的脚关节 继续不要停 你们想跟我拥有同样的身材吗 那就下单我们的课程棒 只要九块九 送给大家 只要九块九 一 二 三 商量剑 哇 精神棒 没定住 你们大哥真棒 我们大哥太帅了 我跟你讲 你们都是在看大哥的表演 我是细心地观察了妈妈们 真的有跟着动起来 要不是那个位置有点 限制他们发挥 我跟你说 妈妈脂肪全部都甩走了 这是A直播间的内容 选项B 选项B 耳机一带 谁都不爱 随时随地跳起来 会来到直播间的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苦恼 在家里 老公孩子在睡觉 手机公放 闲你吵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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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跳舞实在是不自在 这个时候 你需要 他 耳机一带 谁都不爱 跳起来 二姐 努力了 二姐 加油 这块RG 这块RG 需要八个八 三二一 三六七 太拼了 有了 太拼了 太拼了 他时而忧郁时而奔发 太精彩了 选项C 居家用品 买得好 不如盖莲盖得妙 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蕾丝刺绣盖莲大礼包 拥有它 你的世界将焕然一新 饮水机怕脏怎么办 盖起来 电放包怕脏怎么办 盖起来 热水壶怕脏怎么办 盖起来 心情不好 老公太吵怎么办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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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想不到 没有盖不到 三二一 上盖剑 上盖剑 出不去了 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 李嘉大哥二姐太拼了 太拼了 我们也没想到 妈妈的表情非常迷惑 妈妈们 选出你们觉得最心动的那一个 然后把你们的答案锁定 对 好 先藏起来 不要让我们看到 刚才看到剑刺跳的这么 这个我觉得会很吸引妈妈们的这个 这个目光 那我觉得C经济实用 经济实用 C 这几个妈妈比较新潮感觉 刚刚有妈妈说她喜欢运动 嗯 我觉得她们会想C的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我家沙发现在都盖着吗 定一个 定一个 想好了 来 准备 请亮蛋 好 六指甲选择的是C 超六指甲选择也是C 问一下理由好不好 问一下理由 为什么选C 可能前面两个带货没带好 主要是刚刚这个说老公太吵盖起来 他们那边都会鼓掌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这下也不见得比叔叔安静 哈哈哈哈 他们家不见得谁干谁 哈哈哈哈 解锁新功能 哈哈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猜对 来 三二一 请亮牌 哎呦 哇 这么多A啊 哎呀 我 哇 都说听大哥了 听 听大哥了 听大哥了呀 听哥的 还是大哥很 大哥摇摆了 我摇摆了 我刚刚就是想选A的 你看这回全明白了一句 然后老秦非要选C 这会儿想起我了 这会儿想起我了 天哪 只有一个C 只有一个盖老公的 其他都是 A的最多 哎呀 我们问一下这个 文梅阿姨 为什么是选A呢 B和C 我都有了 都有了 都有了 每天我也把自己安排得很晚的 我周一要到我们艺术团去排练 周二的话呢 我要上形体课 周三呢我要上瑜伽 就是说现在呢 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为什么呢 一 我们退休了 没有工作压力 然后呢 又有时间 也不缺钱 也不缺钱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打扮得美美的 天天出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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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剑四哥明显有一段 已经跟不上那个 节奏了 可以再说一个烦死了给我听听吗 太好笑了 烦死了 烦死了 首先宣布好六支架和超六支架 在第一轮没有人能答对 没有积分 下面我们要请第二轮的 我们的表演者了 好 那有请我们第二轮的主播 李依同 金柏阳 隋文静和韩聪 视频博主就位 加油 我们准备开播啦 我们全家都出动了 全家出动 大哥看戏 对 大哥 好 小样请出题 以下三个短视频 妈妈会点赞收藏 学起来的是哪一个呢 选项A 每天三分钟 让你变轻松 暴躁会藏在肝脏里 哎 压力会藏在肩脏里 跟着我做 会让你更轻松 拍酒窝一分钟 心会喜欢你 心会喜欢你 哈哈哈哈 拍夜窝一分钟 拍夜窝 会喜欢你 垫脚尖一分钟 没垫起来 垫脚尖一分钟 真喜欢你 你记住了吗 关注我 我是柏阳 你的专属理疗师 收藏了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了 选项B 居家好物的神奇妙幼 做梦的想不到 妈妈们看了 都想收藏学习的小妙招 拿两个衣架 底边相对 中间位置呢 绑在一起 往旁边一拉 把枕头放进来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 晾晒枕头了 除了晾晒枕头呢 我们可以用来 放水果 当水果支架 当水果支架 把衣架横向拉开 套过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 一边看着教程 一边方便妈妈们炒菜 是不是很赞呢 学会的可以来点赞 这个有干货 除了不能晾衣服 别的都能用 把自己老公晾起来 选项C 学会这支舞 广场C位 你做主 我妈妈们嗨了 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到 我也飞不出 嘿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嘴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妙又淡写 却又和我这一生 再也解不开的情 完了 我这个有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好猜了 要赢了 这个可能好猜了 好不好 妈妈们做好选择 下面 来 好六之家和超六之家开会 我感觉 A有可能 对 什么东西你牵扯到养生了 就真的非常 那咱选A吧 选A吧 选A 好 现在双方已经讨论完毕 亮出你们的选择 三 二 一 怎么又一样 你们要不要合并成一个家庭 原来咱们是一家人 就是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六六家族 会不会今天比到最后 比分一直是平均 那我们换C吧 又换C了 是不是 C其实也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也是非常有的 这个妈妈都已经跳起来了 对 她们都已经 她们的反应说明了一切 选A的理由 我们知道 其实那个是很多妈妈都会 向亲戚朋友们推荐 收藏的一个 而且天天实在太可爱了 你们是因为什么 我们已经发现了 对面妈妈们的规律了 并不是按照非常实用选择 是按照这个可爱选择 有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可爱 就点赞收藏了 对不对 我的干妈们 对不对 我的干妈们 对不对 我的干妈们 虽然亲妈只有一个 但是今天 你们是我们的干妈妈们 干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好 确定了 一个是A 一个是C 对吧 好刺激啊 结果妈妈们全部选的B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们的选择是 3 2 1 请亮板 我们是A 我们简直就是 选C的更多祝贺好 六之家 成啊 成啊 我们问一下选C的妈妈们 好 文慧妈妈好不好 好 文慧妈妈 其实我挺喜欢选A的 因为天天在那里表演 是的呀 你居然跑票 但是呢 妈妈们听到那个音乐的话 都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这个我们妈妈们都喜欢跳舞 是 但是这个蝴蝶早就飞过去了 过时了 是不是 是的 深雪 我都爱 她们肯定都爱 妈妈们都觉得过时了 现在妈妈们 妈妈这个流行什么歌呀 大风吹 大风吹 这个有舞蹈的吗 有 挑一下好不好 可以 对呀 小楠姐 星期六歌姬 来一段了 来了来了 有舞伴了 有舞伴了阿姨 妈妈的眼神 流着风雷 高潮的你 曾记得我的那个水 是不是音乐不停 她们会跳一晚上 我的天 谢谢 谢谢 这个风要吹到哪里去 谢谢 这位妈妈跳得也不错呀 好 下面是第三题了 我们的博主是 第三轮的博主是 韩东军 秦潇贤和赵小棠 王主位 好 好 我们来 小楠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三题 是什么呢 以下三个短视频 妈妈会转发给孩子的 是哪一个 选项A 今天转给你孩子 明天就能抱孙子 哈哈哈哈 孩子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别总是整天的宅在家 快出去找一个喜欢的她 你骂我都快寄疯了呀 这个 哥 哥比家 阿姨都有孙女了 你出门 能溜狗还溜娃 哈哈 你说你相亲都不会说话 整天就知道嘻嘻哈哈 老秦演的可委屈 他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 吹婚的啊 对 下面一个 选项B 母子合拍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谢谢你 让我遇到 谢谢你 也让我爱上你 不管风风雨 不问明天在哪里 我都会永远地陪伴你 老秦不会是傻儿子吧 选项C 千万不能吃的五种食物 赶紧转发给家人 哎呦这个有可能 千万不能吃的五种食物 居然有毒 这个 发芽的土豆 发苦的瓜子 发红的甘蔗 等会出来了对不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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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发霉的花生 还有没熟的豆角 千万不能吃 一定要记住 我是韩专家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 健康的养生志 健康 特别棒 记住了吗 这个直播间 还是3D立体的 他从电脑里爬出来了 好吓人 好 我们的妈妈们 也有自己的选择了 好不好 好 讨论时间到 请公布你们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5 好 六指甲选了A 超六指甲选了C 那我们就没事 那就C吧 C 终于不一样了答案 说一下理由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这样 我虽然我妈没有发的那么直白 她们一开始也发很直白 到后来她就发很多小朋友的视频给我 然后说 你看看这个小孩真可爱 隔三差我就发 你看看这个多可爱 我真可怜 所以你觉得这个会切中妈妈的心思 对不对 对对对 超六指甲为什么选C 其实我们有点没拿准 我们也看了一下对面阿姨的大概的年纪 我们觉得阿姨们的都比较年纪 这个普遍看起来比较年轻 还没到孩子该结婚的这个年纪 所以可能还不着急 他们都沉浸在跳广场舞当中的 对 不着急 明白 现在两边做的选择不一样 一个选了A 一个选了C 到底最后妈妈们更多选的是什么呢 请揭晓 3 2 1 请两板 没有一个选对了我 妈妈们最在乎的是母子情深 真的 B是第一名 就是 问一下周阿姨 周晓英阿姨 我选的是母子合拍 我挥转宣慕这个视频 因为儿子他是做工程的 比较忙 对两三年 有时候都不能回应 没趟家 我记得我跟他的有一个合拍 还是在他念高中的时候 哎呦 那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其实今天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就拍了一张 拍了一张以后呢 因为就是现在长得胖了一点 然后他又不满意 他又跟我按了取消键 今天我看了这个短视频呢 我今天的目标 那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合拍成功 必须的 加油阿姨 阿姨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母子合拍的短视频 你们会转发给自己的孩子吗 转发 会转发给自己的 希望她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一转过去她立马明白 我跟你讲 妈妈其实不是喜不喜欢这个视频这么简单 她是通过转发这个视频 把自己想说 没有说出口的话 跟孩子去分享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多选择的是B 我们两队都没有答对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 唯一积了一分的 就是我们的好六之家 对 666 666 双击666 其实呢 刚刚啊 我觉得这个环节我很喜欢的就是 一个是看大家的表演 另外一个也通过妈妈们的选择 来了解妈妈们的内心 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呢 其实除了要了解妈妈们想的什么 其实也要努力地帮妈妈们去分担一点工作 比如说做家务对不 是的 那么大家做家务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马上我们进入到小棉袄被家庭对决大赛的第二场 就是我们的妈妈放心吧家务对决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我们看看哪个家庭的家务做得又快又好 我们开始第二场的比赛 第二场 家务大赛一触即发 下面要考验我们美队的实力还有默契了 好不好 接下来这个家务大赛呢 我们将分为三轮 首先第一轮呢 是我们两个家庭的大哥一为一对决 第二三轮呢 第二个是我们的家族团对战 那当然也是得分最高的一个家庭 可以获得这一轮的胜利 现在呢我们场上比分啊 大积分是一比零 好六之家目前是微弱的优势 好不好 那么这一轮之后呢 不知道会战成什么样的情况 那首先两队大哥 请出列到这边来 加油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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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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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大哥 第一次享受这种感觉 你知道像我这种没有做过大哥的人 做一次大哥 你这样有多么珍惜吗 是这样的为了公平起见 因为我们好六之家四个人嘛 所以喜喜是我们好六之家的成员 喜喜可以入座好不好 坐到这儿了 小妹 小妹 今天是这样 这个包裹最后在谁的手中被拆出来 谁就赢了 那么怎么决定谁可以拆这个包裹呢 首先石头剪刀布 赢的人先开始拆 另外这位大哥就开始在这边扔瓶子 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它立住 立住 我为什么每次都说一个立住 因为方便后期剪 就是剪成那种一次成功 好吧 你不要说出去 立住 立住了 你扔瓶子的时间 对方就在拆 所以你要尽快立 立完了之后就换你了 他就过来立瓶子了 知道吗 显示我大哥的厉害 好 来石头剪刀布吧 赢的人先开始拆 来吧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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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获胜的是好六之家的弹剑刺弹的歌 预备预备 好六之家的弹剑刺弹的歌预备预备 预备预备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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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锋 加油 开锋 加油 你 你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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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不着急 我先让他拆一拆 先让他拆一拆 对啊 对啊 这是不能着急啊 大哥他挑衅你 他挑衅你 这不是给他 大哥拆你的 他扔不准的 来 那我也不用着急啊 大哥你就拆 我拆 拆 大哥你硬气点 你问我们干啥 你是大哥 我没硬气过呀 我没硬气过呀 一条一条死 好拆 先让他把这个难拆的 先拆一拆 对 对 先把胶带去了 没事不着急 这沾的也太死了 没事没事 来 哥你不急 不急 让他拆 两位大哥感觉没什么实力 两个人都在拼心机 我也觉得是 不急 不急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哎呦妈呀 如果观众们以为已经开了 那你就错了 立出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 快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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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给他加加油 来我们给他加加油 软一点 加油 我这是演的 我演的 加油 我们大哥使巧劲 感觉 我感觉看着我像大哥感觉 别被我的演技给骗了 我是在演 眼拆不开的感觉 你演的好逼真 故意拖延时间的 你还不扔 你还不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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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互相拉扯的 好 好 好 来 来吧 来吧 他好像把下面那个也拆开了 林东军直接拆开下面那个 快了 他坏了 快点的谭剑泽 快点的 大哥 加油 好了不要拆了 好了不要拆了 好 大哥加油 加油 加油 大哥发力快 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大哥 快快快 快快快 艾景茨加油 加油 艾景茨加油 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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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拆出来的是 我们郝六之家的童年合影 好大 你们四个不知道 你们曾经有过一张合影吧 这个是谁 我的天哪 这么可爱 这一看就是照顾 这一看就是照顾 一点都没变 那是文静 文静 不得不说文静的着装也是偏复杂了 是啊 你看老秦从小多漂亮 那是个啥 我姐给我弄的 那玩意是窗帘 真的 老秦为什么是这样 特有份 剑刺是真是这条街最亮的仔 从小就当大哥的料 大哥都这么沾 这个姿势有没有 真的是 从小就爱摆姿势 这种把大家童年就照合到一张照片里的做法真的好诡异 是不是 虽然我们这个超六之家赢了 但是既然这张照片批都批了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哎呀 超六之家的合影 来 请看 在太阳的阳光下 五个什么样 我童年阴影 这里面最崩溃的是不是隋文静 救命啊 为什么要搬腿 文静你小时候就挺软啊 我都出汗了你出来 朋友们 医童也太可爱了 我小时候每天都不梳头 风不念念 再看一下韩东君的姿势 为什么我的姿势还绝个病呢 我跟你讲 你应该是趴在一个什么东西上 但是帮你劈掉了 所以你就整个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再看天天和匆匆 你们好像一个男子组合 这是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上场的时候我忘动作了 然后音乐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忘动作了 我在赛场上还一直在那转 一直这么转 原地转 音乐结束等到下一个人上场 我还自己在那转呢 因为自己不知如何收场是不是 对 我更惨 我哭着照的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要背这么多子弹 还要拿着枪 这个可以送给我收场吗 我觉得我可以笑一年 好 第一局 帮妈妈拆包裹 最后是抄六 之佳获胜 现在场上比分是 一比一平 辛苦大哥 马上进入到第二轮 第二轮呢是比比厨艺了 好 第二轮呢 比的是家庭颠锅激励 这个环节又名炸大哥 炸大哥环节 炸大哥 掉下来了都算是失误 翻到三次成功之后 你下一次要把它颠给下一个锅 看谁接力能够最快完成 在你们颠锅的过程当中 两位大哥呢 会抱着这个不断冲气的气球 什么时候气球炸了就失败了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考验大家 能不能为大哥着想啊 对 如果你这边失误了 我就会说停 家务权就交给另一队了 就是这样的 大家交替来 好 现在呢 两位大哥有什么话 要对自己的队员说 别毁了大哥呀 大哥 别炸我 大哥怕球 大哥怕气球 好 这边大哥 我的兄弟姐妹们啊 别怕废大哥 别怕废大哥 轻松玩就完了 好吗 好 轻松玩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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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人家的大哥 你看看人家大哥 你看看人家大哥 大哥 你看看人家大哥 大哥 你看人家大哥 是不是想来我家 来 大哥 来 来 好六指甲的大哥 发言没有能够获得明星 这样吧 两位大哥请上惩罚位 太吓人了 我们会尽力的 哥 行吧 那么刚才呢 是因为是我们超六指甲呢 获胜了 所以呢超六指甲可以决定 你们先来还是他们先来 弟弟妹妹们 怎么说 而且还很民主 是不是 考虑到大家的心声 学学大多 咱们五个拘手表决一下 要他们先来的 拘手 行 那他们下来了 你们先来好不好 你们先来 好不好 好 那现在准备啊 挑战开始 一圈 那个好翻 两圈 他踮得很好耶 三圈 踮过去 踮过去 好 又踮过来了 没掉 咱没掉 踮给他了 我这球都打一半了 都 别扔我了 好 下打 很熟练 加油 赵达 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肢体动作 没有 没 够了没 我要不要踮 够了吗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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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下 真是倒过去的 对不对 不能倒给他 你要踮给他 好 你要踮给他 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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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好 失误了 我告诉他 你不能倒给他 你就要颠给他 现在交换到这边 来 准备 开始 来 大哥抱着球 大哥抱着球 他们大哥害怕了 大哥 我会努力的 加油 没事 哥哥不怕炸 几个 一万中 漂亮 漂亮 颠给他 漂亮 玉桐来 加油 越来越熟练了 太棒了 太厉害了 颠给他 走 走 那人到了 也是到的 好 来 到这边 好 这边开始 对 三个 好 够了 走 电 漂亮 走 电 漂亮 一个 一个 加油 姐 小豪 你控制一下你的动作 行吗 大哥 大哥 来 来 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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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手 腰板 漂亮 漂亮 他那个好颠 有不错 站住 一 四 五 六 好颜色 一 四 五 六 好颜色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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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首先祝贺好六指甲加上这一分 我刚刚都已经开始喊救命大哥了 我们现在给超六指甲一个机会好不好 后面两个宝宝都还没来到今天 而且我也想看炸大哥 炸大哥 大哥有点嘚嗦现在 你知道吗 来 准备 预备 开始 两圈 成功 电宝票 电宝票 稳住 好 一同稳的 两圈 一同稳的 好 电过去 电到 好 好 稳住 天天好厉害 指定有点什么技术 可以 感觉要炸了 要唱 他想炸大哥 他想炸大哥 可以 可以 好大力啊 土地你加油 快快快快 炸大哥 炸大哥 漂亮 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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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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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哥还是 大哥还是 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 那么现在场场比分2比1 马上进入到我们家务大赛的第三轮的比辟 好 第三个回合 提问 如果桌子上有灰 我们要帮妈妈干吗 插 对啊 如果没有抹布就用什么方法把灰 灰 灰 用大哥的脸 大哥脸擦干灰 下面这个环节呢 叫拉大哥 家族默契挑战 两个家庭各自要合作完成 盘子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后面拉着他 把他从盘子里吹走 不能离开这个台子 这是一个默契 因为你拉松了 大哥就掉下去了 但你拉紧了 大哥又吹不到乒乓球 那这个游戏 我这个大哥身高不占优势 没事 是这样的 节目组非常细心 而且很残忍的 准备了两条线 远的那条线是韩东军的 近的那条线是你的 好羞耻 好羞耻啊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节目组呢 好 那么刚刚呢 获胜的是我们的好六之家 所以你们决定这一轮的顺序 谁先上 他们先 好 你们先 所以首先要上场是超六之间 来 请上场 我们要从他们失败的例子中 总结经验 冲哥你一个人拉就够了 够 不能给他们机会 一下拿下 一下拿下 一下就扑上去 这样 大家听我的口令好不好 我说松一点 你们一点点松好不好 我们这是我们的默契 对不对 别太松 一点点来 一堵拉维扎的感觉 一步到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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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步到位给我整人去了 给他给我笑的 来 来 好 准备 计时 开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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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走 走 别怕 慢点 慢点 放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放 没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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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重 累重 没事 我俩人了 快 就 都吹出去了 都吹出去了 我们太厉害了 我们太厉害了 这么快啊 太厉害了吧 哇 不难这个 不难这个 这就是默契 你知道吗 这简直了 好像没有总结到什么经验 是不是 大哥他没给我们机会学习 没有给我们机会啊 比较早就结束了 大哥 本来想吸取一下教训 没想到你们来了个样板 好朋友们 时间之短暂 我先保密不告诉你们 反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不对 现在就轮到我们好六指甲了 好 来 掌声给我们的车路征家 几二练 咱们就给咱大哥一副到位 直接扔下去 直接扔嘛 走 大哥 直接扔是吧 我刚才是听到了扔这样的词 知道吗 有一首歌词叫 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走啦 好 大哥 你没有什么话要交代给弟弟妹妹的吗 我就要说我没那么沉 你们一转我都往后倒现在 好 预备好 六指甲的挑战 计时 看车 放 往前 看车 放 往前 再转 放 往前 再转 放 往前 再转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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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往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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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让我先往前倒好不好 已经在计时了 聊了起来可还行 没时间了 松 没时间了 松 松 等会儿了 还没抓着 还没抓着 松 还没抓着 松 松了 大哥 松了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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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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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吹 最后都成了 爱选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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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算 这不能算 你得赶紧的 快点收拾收拾 你别笑了 不行 慢点 慢点 来 来 不算 走 快点的 我颈椎病都发了 大哥你还好吗大哥 大哥你还好吗大哥 不重要了 来 继续继续加油加油 一定能成功 可以的 哈哈哈 给我们点考虑来吧 来来一二三搜 走 慢慢走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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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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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committee 没眼看 大哥 大哥是这样的大哥 这个是这个卡不住 大哥是这样的大哥 这个ést Schnann 大哥 这样好不好 大哥 这又要加木了大哥 我来一把 你相不相信我 我拉着你 现在大哥拉大哥 我试一试一把 试一把好不好 不太好了 大哥你自己来啊 还要重复折磨我 好 走 哇 哇 哇 哎呦 哎呦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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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齐齐的走 加油 让我们齐齐的走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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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超六之家在这个环节当中 花的时间是超过了一百二十秒 没有在按时完成 但是我要宣布一下超六之家的成绩 他们只用了二十秒就完成了挑战 好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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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总结一下失败经验 好吗 失败就是有诈大哥 好 大家知道呢 有一个社会调查显示 平时比较多做家务的孩子 往往责任心会更强 会更独立 我们说家务叫家务琐事 但事实上在这些琐事当中 其实蕴含了非常丰富的 知识 智慧 财富 所以大家有空帮妈妈 做点小家务 一个是一种非常好的亲子互动 另外一点 其实也会提升我们的 幸福感和责任感 成就感 那下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的笔踢了 提醒您稍后看点 这个 好潮 《真情告白》 泪洒全场 我妈妈第一次能够 跟我一起录节目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技艺 妈妈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最美的那个女强人 我照顾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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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妈 优酸乳 你好 星期六 下节更精彩 优酸乳 你好 星期六 现在继续 前两轮呢 其实我们也了解了 妈妈最喜欢的东西 也体会到了妈妈的辛苦和烦恼 那么到了最后这一轮呢 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一下 从前的妈妈 感受一下妈妈那个年代的潮流 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妈妈少女时代的照片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看 各位的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请看 这不是八十年代的《真情告白》吗 我的天呐 太美了吧 秦潇贤的妈妈这张难道不是巨星吗 有点像橘屏吗 是什么 是不是 你出去 你们看隋文静的妈妈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用了滤镜了 柔光 是不是 柔光 绝对是有滤镜的 太酷了 赵小棠的妈妈穿衣风格跟她一模一样 真的吗 真的吗 是 然后剑刺的妈妈那个头身笔 我的天呐 妈妈这样看起来有两米高 我妈还挺高的 然后我妈一直说我是大工厂出废品 不害 不害 东军哥你真的拿你小时候照片比 你真差太远 你看人家的母姿 东军这是妈妈在跳舞吗 我妈妈是艺术体操运动员 对 我妈妈是体育学员毕业的 对 这应该是她还没我的时候 对 东军以前也是体育运动员 依童的妈妈的着装风格很酷 是不是 对 我妈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注意自己的衣服 就很爱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 这些衣服现在看起来其实也不觉得个实 都好像是蛮潮的 太潮了 太潮了 其实妈妈们不但这个人美 而且穿搭上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而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妈妈代表来到现场 掌声欢迎两位妈妈 妈妈驾到 好紧张 大家好 我来自美丽的三峡宜昌 我叫曲玉乔 我是蔡文静妈妈 哎呦 曲阿姨好 你怎么那么骄傲 看到妈妈 妈呀 我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我被她出汗了 为啥呀 妈妈多大方呀 大家好 我是现场嘉宾金沐阳的妈妈 我来自美丽的槟城哈尔滨 我叫李智兰 好 欢迎 欢迎 欢迎莲姨 我们刚才看了妈妈们那个年轻手的照片 所以想问问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赶时髦的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流行就穿什么衣服 就是经常有时候外面没有卖的话自己就坐 就是希望有回头率 跟现在一样的 希望有回头率 自己走的时候有人忘你 看你回头率高 哎 觉得自己穿的漂亮 天天妈妈咧 你也是运动员 对不对 对对 是的 你当时是田径对吗 我是田径运动员 那其实穿运动服的时间也会很多 平时不穿运动服的时候 就会跟小姐妹一起去买漂亮衣服是不是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就是说比赛的时间嘛 然后呢到全国各地逛一些个商场 挑一些个比较有个性的另类的与众不同的服装来穿 觉得这样呢比较可以用现在词是潇洒 时尚啊 就是很洒的那种感觉 绝对是田径队的对话 是的 跟大家讲 今天我们有个非常可爱的设定呢 就是要跟妈妈们一起交换衣橱 我们要互相走进各自的青春 接下来比拼共两轮 每轮每队的子女作为指挥者 根据给出的子女潮流单品名单 在规定时间内 指挥妈妈进行挑选 挑选结束后 每队嘉宾需要将挑出的单品穿搭并展示 潮流衣橱请亮相 准备计时开始 腋下包包吗 腋下包 应该是那种夹在腋下的包 对 夹在腋下的包 夹在腋下的包 这一个 知道我这个 下一个 结构为一 就是不正常那个衣服 不正常的卫衣 它就是什么面料都有 就是有 挑一个最不正常的 阿姨 就要这个不正常 好 下一个 阔形西装吗 阔形西装 大的那种 就是跟垫肩西装很像 就是像那种 三百斤的人穿的那种 三百斤的人穿的那种 那大的那种西装 就是超级大 很超级大的西装 对 就我最喜欢穿那种 很阔形的大的那种 就是超级大 你女儿最喜欢穿的那种 很超级大的西装 大的西装 妈妈 就不是小 有点男士的那种感觉 阔形的大的那种 这种啊 真的阿姨有一种 逛商场的感觉 下一个 坎间卫衣 妈妈 坎间卫衣没有衣服 他只有两个袖子 没有衣服 只有两个袖子 没有 有袖子吗 有袖子 只有两个袖子 坎间吗不是 我听说 我听说他俩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听什么 有袖子 坎间卫衣是有袖子的 这个 还有什么 余夫帽 余夫帽 余夫帽你知道喽 余夫帽知道 那个 圆的那个 余夫帽 余夫帽 这个 多说点 你去 就是有一圈 阿姨这贝雷帽 阿姨这贝雷帽 这不是阿姨 余夫帽 不要我场外知道 来 余夫帽是旁边 有一圈那个 盐的那种 就草帽 草帽 跟草帽很像 草帽 好 好 余夫帽过了 好 下一个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啥 我也不知道 这个 过 过 风琴包 就妈妈像风琴一样的那种包 你随便挑一个包 你随便挑一个包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好 好 好 最后这个包 有一种破罐子破事的气质 好 我那很 缺一个 哎呀 搞错了 妈妈这边拿对了三件 来 掌声给 好 六支架 好 错了 错了 可以的 接下来到超六支架了 下面我们要请金柏阳和韩东君来指挥 李阿姨来挑选 好不好 准备 也是九十秒计时 开始 齐盘格毛衣 阿姨 什么 就是你把那毛衣放地上就能下棋的那种 你把那毛衣放地上就能下棋的那种 看有没有 对 格格的 这种描述也是第一次 下一个 下一个 哇 飞行员夹克 这个是带毛领的阿姨 然后有短款的 啥样的 短款的 然后可能有那个毛领的 哎哎哎好下一个 好 有了下一个 刀割裤 刀割裤 对吧 刀割裤 全是窟窿的吗 带窟窿的吗 就阿姨 你觉得那个窟窿都是 特别整齐的窟窿就是了 就像刀砍的一样 就像刀砍的一样 对 阿姨像购物一样 特别开心 咱们找简单的鞋 老爹鞋 老爹鞋 对 就是有点像运动鞋 一带人很大个 运动鞋一带人很大个 他走得蛮清楚 你把那毛一放地上 就能下棋的那种 你觉得那个窟窿 都是特别整齐的窟窿 就是了 就像刀砍的一样 有点像运动鞋 一带人很大个 你们真的说得不清楚 大个 大个的运动鞋 皮鞋吗 不是皮鞋 有点偏运动鞋 点厚 点厚 运动的吗 有点像复古似的 有拆包 方方正正的阿姨 脚的 就我一挂上就像送那个 收票员 对 机能马甲 对 首先它是个马甲 然后很多刀 好 有了 下一个 冷帽 就毛线帽阿姨 对 就毛线帽 就套到脑袋上 学业风开山 开山 中间系扣的 然后很大的学生 阿姨 小外套 五 还有没 四 最后一个 三 二 说呀 一 这一看制服 这个我觉得应该 还是不得懂 时间到 时间到 哎呀我姨 说呀 不错 也是 庆回味 阿姨 你挺潮啊 阿姨 啥都知道 好棒的 阿姨 天天在一起的这个 那么恭喜超六之家 获得了本轮的胜利 绝胜轮 这要是我错了 他哪情练 老险 绝胜轮 对 但是呢 我们的精彩还没有结束 因为刚才那些衣服 不是被我们挑出来了吗 对啊 然后刚刚也说了嘛 大家刚刚自己怎么挑的 自己就怎么搭起来 怎么穿上 对 一会儿大家要 通过自己挑的这些衣服 来进行一个穿搭展示 是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他们精彩的表演 好 来 换衣服 好嘞 大家已经换好妆了 那首先要亮相的是 李阿姨 就是柏阳的妈妈 和金柏阳 有请两位 好帅啊 往前走一个往前走一个 往前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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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进别 来 掌声给她们 好酷啊 这是韩东君给你搭的是吗 对 喜欢吗 非常喜欢 一个字 就是帅 就是帅 对不对 东君 你这个什么理念 就是我们刚刚 其实有几个备选 但是天天头上戴的 这是一个三角巾 是在另一个西装里面塞着的 但我觉得跟这个衬衫的色系 比较搭 后来我突发奇想 我说戴在头上的感觉 是不是更复古一点 有点那意思 非常好 妈妈这些是一同给搭的 是不是 对 因为阿姨说她喜欢穿休闲一点的 然后这个又休闲又闲得 阿姨很年轻 然后搭上一个冷帽 就是20岁即时干阿姨 真的 他俩这个牛仔裤 这一看就是一家人 风格特别地统一 你觉得妈妈今天穿这样 你习惯吗 其实不习惯 不习惯 对 因为从来没看过她这么穿 如果妈妈平时这么穿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 就是我姐姐吗 就姐姐 这小嘴儿真甜 就姐姐 觉得天天怎么样 今天穿这身 特别帅 回到八十年代 那个流行那个趋势了 有种复古的帅 对不对 对 我爸事儿平时 原先就这么穿 我爸事儿平时 原先就这么穿 李可真是 天天 我爸事儿平时 他无论 他也不知 他要不知 我爸事儿平时 他也不知 他也不知 来啦 屈阿姨 屈阿姨 好潮啊 好潮 帅 阿姨 我教你的动作 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是最帅的黑色玫瑰 好 这是我们今天文静的妈妈 非常帅 接下来掌声有请蔡文静上场 哇 我的天哪 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 因为这一次也是 我妈妈第一次能够就是 和我一起录节目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 这件婚纱 是我妈妈当年和我爸爸结婚的时候 穿的婚纱 然后我特意去找人 一比一地还原了我妈妈穿的这个婚纱 妈妈 我现在把你年轻的时候 最漂亮的时候 穿的衣服穿给你看 在女儿的心里 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也希望让我妈妈想到 曾经自己 也像每一个人一样 都拥有过那么美的青春 天哪 我刚才特别担心我怕她认不出来 我认出来 妈妈当年就是穿的这个婚纱 拍的照片 真是一模一样 穿上妈妈的婚纱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的 我觉得这衣服对我来说挺特别的 因为我妈妈穿它之前 没有我 穿上它以后就有我了 是是是 又为什么要准备这个给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刚刚就玩游戏 就一直在说 你看我老了 我没人家反应快 然后我也没人家时髦 我什么都认不出来 我害你们输了 我一直跟我妈说 妈没事 这比赛了也不给你防 然后我 但我就是想告诉你妈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你在我心里 你都是当年最美的 最雷厉风行的那个女强人 我永远记得你和爸爸是怎么把我养大的 你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你放心 未来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永远都不老 是我的好闺女 因为我们都想要个女儿 就终于有了女儿 所以我们家人都很开心 时间都去了 哎呀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好幸福啊 三二一 前四 就花了 才你有我 等辈子 这一天只剩下 满脸的痴 真好 小时候是妈妈牵着我们的手 我们在大步往前跑的时候 也别忘了回头牵住妈妈的手 跟妈妈一起往前走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祝我们所有的妈妈 都身体健康好不好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好不好 祝福妈妈 其实现在如果电视机前大家 在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话 如果妈妈也坐在我们身边 其实也可以拿起手机 和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父母 一起拍一张合影 然后也可以参与微博 和妈妈的跨时空合影话题 在你好星期六的官方微博上 上传你和妈妈的跨时空合影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 接下来呢 郝六之家的朋友们 要为我们带来 非常好听的歌曲《回家》 而这首歌也送给 所有可爱的妈妈 和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 送给大家 威廉 你开车慢一点啊 我又注意安全 你等着 太冷了 多加件衣服 别到哪儿了啊 烧点点外面咯 外面不接一卡 本排过的地吗 几时翻来 将你的地名 装进行李 我却不懂它的意义 曾以为独立的自己 市场不大的海体 衣服穿不暖不济的吃早饭 走路不堪着地铁做个站 你菜谱的温度 把我隔空守护 久违的味道消除我的无助 想念你做的菜是记载 舍间的偏爱 让漂泊的苦不再难挨 曾想你唠叨 总和你争吵 现在明白 你都是为了我好 雷香偶尔是方向 幸好有你的肩膀 让我不再迷茫 不再彷徨 原谅我离家的背影 从让你们伤心 我其实只是想要证明我自己 而已长大 距离边缘拉近了牵挂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电话 喂妈妈 我下周会回来的 你最近还好吗 家里一切还好吗 喂妈妈 我还在长大呢 你最近还好吗 记得要开心了 亲人妈妈 你们坚持我的证明 你们给了我执着与热爱的生命 是你教我繁华世界 内心坚守纯净 让你看到我的坚定 是我最自豪的本领 把你的叮咛装进心里 是你让我肆意的飞起 怎么害怕遇到荆棘 曾经奋斗是为自己 不被家人小瞧 如今我们是否能够 成为家的骄傲 喂妈妈 我下周会回来的 你最近还好吗 你最近还好吗 家里一切还好吗 喂妈妈 我都还挺好的 你又住一身体了 我再安心了 喂妈妈 你最近还好吗 我刚刚下班了 吹吹风就回去了 喂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换你做孩子吧 该我照顾你了 喂妈妈 喂妈妈 精彩看不够 精彩看不够 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欢迎各位来到 由二十五年国民优酸乳 独家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 参与话题互动 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锁定你好星期六 更多精彩节目 请大家期待吧 谢谢 现在到了我们最激动人心的 颁奖环节 经过了三轮的比拼 我们最终夺得本次小棉袄杯 家庭对决大赛冠军的家庭是 超六之家 恭喜你们 请妈妈来为我们颁奖 好 这大杯子 来呀 妈妈 给她们颁奖 妈妈 你颁奖给她们 又不是你得奖 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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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星期六运动会马上开始 有请运动员出场 有请 奥运冠军强力重镇 我会加油的 爸爸妈妈 就问你们服不服 两团对决一触即发 超有趣运动会 铁仓还能这么玩 好厉害呀 身体要做快快快 走走走 快走 我昨天 原本想给自己搭了个窝 不一样的蹦床挑战 开始 根本停不下来 不要大筋流水线吗 完了 开始 完了 完了 下次可以换榴脸吗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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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正式游泳赛 赛况激烈 超过厦门的那一场就可以了 哇 弟弟好快啊 五一 五一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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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刺超热血 五一 五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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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送给你 帀 五一卡住了 五一 Volt 不赛 跑点运动 节奏运动 这个kk 队字vens planes 已经说到 老师 嗨 老师 这 Works Ac 来 你那派老秦出来一个人 只要他能过 你们派一个人连砸25下 可以 来 下面给老秦一个solo 来 给他个直拍 加油 U35 你好星期六 下节更精彩 U35 你好星期六 现在继续 今天这个非常美好的日子 非常美好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一起 讲了很多关于妈妈的事情 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呢 很多人都提醒你要记得出发 只有妈妈会在耳边 跟你叮铃说 你要记得回家 所以我也想 大家在紧张地工作和学习之一 也要记得多多回家陪一陪妈妈 记得和妈妈说一声 辛苦了 我们都是妈妈最贴心的小棉袄 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 以上就是今天由25年 国民优酸乳作家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你好星期六 你好漂亮 感谢你好漂亮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舞狗 再一次谢谢大家 谢谢 下周六再见咯 谢谢 谢谢 拜拜 下周六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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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